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今天邀請來一位很特別的朋友 為什麼我要邀請他呢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們香港頭號的病殺手是什麼呢 就是癌病 當然有很多人一聽到說癌 有些人就馬上被判死刑 坐在那裡聽天由命 另一類人可能會想盡辦法 去打性病魔 我今天這位朋友 是我多年的老同學 我大學的同學 他也曾經親身經歷過 與病魔的戰鬥 我就很感謝Grace Grace 謝謝你 謝謝你邀請我 很感謝你過來 講你自己的經歷 因為我知道 有很多朋友 他們都聽到你的故事 我身邊有些朋友聽到你的故事 很多朋友跟我說 好呀 約Grace出來喝茶 大家聊天 我想這個又叫約你喝茶 那個又約你喝茶 你不是很沒空 要講很多次 所以我就說 不如這樣 我約Grace來我會客室 跟大家講講她的經歷 變成我可以把短片傳來傳去傳給朋友看 希望能控制人 好 Grace 我知道幾年前 七年前 第一次知道自己 照了出來 好像避陰癌 患生避陰癌 你不是很害怕 當時真的晴天霹靂 因為當時身體沒有什麼異障 又沒有痛 又沒有什麼不妥 只是有一些耳鳴 但是之前以前都試過耳鳴 一段時間之後就沒有了 但我那次是很忙的 那我耳鳴就有六個星期 那我就這麼久 很少這麼久 我就去約一個專科去看 那你知道政府那些 專科是要等幾個月的 嘩 等幾個月 等幾個月 那到我去看專科的時候 其實已經移民停了 沒有了 所以專科醫生就說 你驗嚴的 你正常的 沒有問題 你經過各方面 他就問了我兩個問題 第一 有沒有流鼻血 第二 有沒有見頭暈 那我那兩樣東西 在當時移民的時候 真的有 都很明顯有 即是耳鳴發生的時候 那時候 也有流鼻血 也有頭暈 也有頭暈 頭暈 那醫生聽到這樣說 我說有 他說不行了 你要去照鼻鏡 又排期我去照鼻鏡 到一照的時候 看到有兩塊東西 在鼻煙的位置 那當時那個照鼻鏡的醫生 都立刻幫我抽組織出來去化驗 嗯 那化驗一個月後到 回去看報告 就是兩塊東西 都有鼻煙癌的細胞 啊 是的 那當時當然是很 情天悲哩 都不遇到我 我的耳鳴都沒有 是的 身體又正常不治都沒有 那當時呢 就沒有想著真的會有病 想著去查一下 聽一下報告 其實之後那天呢 我是有些同學去新加坡玩的 我打算真的被癌 打算看完醫生就出發了 是的 第二天是星期六來的 想著應該沒事的 誰知道就不斷晴天悲哩 哇 原來 什麼心情都沒有 什麼事都沒有 竟然可以有一個鼻煙癌發生的 是的 所以有時候沒有說身體沒有事 不用去驗 或者應該少少東西 你都要去查一下 有什麼問題 是的 那專科就立刻轉介我 去馬例醫院總流科 那馬例醫院呢 他就是要等約見醫生 又要做一些檢查 才開始幫你醫治你的 做那些治療的 那我自己呢 就立刻去找私家醫生 私家醫院呢 就去照光全身的了 因為你身體有這個鼻煙癌 可能就是看一下有沒有擴散到 第二度有沒有 那樣 我就立刻去照照光全身 是 那照到肺那裡 左邊肺呢 就是有一顆東西 1.5個Cm的 哦 那也都立刻呢 安排呢 入醫院呢 就是抽組織去驗 是啊 那就是 抽組織又驗不到有癌細胞 哦 那就是說呢 有一些發炎的細胞 哦 發炎的而已 那時候就覺得 都是一個發炎而已 不是肺癌 是 那我先生呢 他是曾經讀過中醫的 嗯 那他就是 立刻幫我約了一個 香港都幾出名 醫癌病的中醫 嗯 那我就立刻去看這個中醫 嗯 那就開始吃中藥 嗯 那其實中藥呢 已經有 醫學上的證明呢 有些中藥是可以抗癌的 可以殺癌細胞的 嗯 譬如什麼呢 譬如雲枝啦 嗯 蟲草啦 是 那你就什麼都吃的了 是啊 是啊 那他開藥給我吃 那我第一次去見醫生呢 醫生呢 就是跟我說 你要戒口 中醫 中醫 OK 中醫就說 要戒口 怎樣戒法啦 是 什麼肉都不能吃 嗯 就是你豬牛羊 雞鵝鴨 是 魚蝦蟹 是 就是吃齋 吃菜 吃瓜 吃豆 OK 吃水果 是 那其實為什麼 他沒有解釋給你聽 就是你要戒口 這樣 其實後來呢 我也看了一些書 是講一些食療的 是 他說呢 我們一般健康身體呢 就是鹼性的屬於 是是是 那麼呢 所有肉都是酸性的 是 剛才說的那幾款 尤其是蝦蟹 是很高酸的 是 那你吃的那些 澱粉質 粉麵飯 也是酸性的 是 那你可以吃什麼 鹼性食物呢 那就是 瓜瓜菜菜水果 大部分都是 鹼性的 嗯 如果你的身體是健康 是鹼性呢 你不會生癌病的 但是當你的身體轉了酸性的時候呢 你就很大機會生癌病了 當你譬如說酸性身體 就加上工作壓力啊 嗯 或者有些事情不開心的時候呢 你就會容易生癌病 那怎樣知道 一個人會知道自己是酸性身體 還是鹼性身體 其實是很簡單 有得驗的 你去藥房買一些紙呢 是 他就叫你 那些叫什麼呢 就是驗酸鹼度 是啦 你若要驗酸鹼度的紙 你就會知道的了 那其實呢 中醫的概念呢 就除了用食中藥打他 打死那些癌細胞之外呢 他還要將身體轉回是鹼性 嗯 因為呢 癌細胞是怕鹼性的 嗯 身體轉回鹼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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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啦 那我就馬上開始吃中藥 戒口 因為我很聽話的 我不要吃肉 就不要吃肉 當然要聽話 去到那個時候 都不聽話都不行 是啦 那跟著呢 我又聽到有些人說 你要多些行山 新鮮空氣 是 那我那時候就馬上開始 早上呢 有些同學就跟我上去山頂 走一個圈 過幾個小時 跟著在上高 就是空氣比較好 有很多樹 就是太陽出來 有很多樹 就變成氧氣多 嗯 那就盡量呢 就是吸氧氣了 深呼吸 是啦 那就學了一個很簡單的太極 那他那裏就做太極 教你 要你跟著深呼吸 其實他說氣功 其實就是深呼吸 嗯 那就要吸多點氧氣 因為癌細胞除了怕鹹性呢 嗯 它又怕氧的 哦 很多人醫癌呢 是用氧療的 嗯 就是吸氧氣 拼命吸氧氣 嗯 這樣來殺那些癌細胞 嗯 譬如你有些癌細胞是exposed了 譬如有一次呢 我割了一些痰出來 嗯 那我就以為呢 就拿一些痰 就給醫生驗 驗到有沒有東西 那醫生說 你不是用蜜蜂的東西封住它 它一exposed to air 就死了 癌細胞死了 哦 就是它不可以 是啦 它是怕氧的 噢 噢 所以很多人 那我們是不是大量吸氧氣呢 當然要 當然要 要 你要空氣清新 你在街邊的骯髒空氣 就反而會生癌 哦 是啊 街邊很多時候 就是 什麼 什麼 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 那些令到你會生癌 哦 一定要有太陽 是 太陽來了 跟樹木一合作 有光合作用 它就會發揮出很多氧氣 是的 那你就大量吸氧 所以你去很多樹木的地方 我就上山頂 是的 然後做太極深呼吸 是的 那之後就做這件事 嗯 黃昏呢 我就去海邊 是的 那海邊呢 就是那些海洋呢 就是很多 是 負離子的 也是對身體好 是 又在那裏深呼吸 做太極深呼吸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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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呢 我一發病開始呢 我就已經是拿病假 是 那病假呢 的期間呢 我就 不用上班了 嗯 變成可以早睡早起了 是 是 睡得好 休息很足夠 是 是 是 那就是 也都呢 盡量排毒得好 是 那排毒是怎樣呢 其實就是你每天的大小便 和排汗 是 是 那你怎麼可以 其實那些人說 我看過一些書 健康的身體呢 你一天吃多少餐 嗯 你就要磨多少次 嗯 就是你一天吃三餐 你要磨三次 其實如果你一天磨得一次 你已經是輕微便秘的 嗯 那我呢 以前呢 即是未病之前 集中在工作上 嗯 都有一些事情不如意 是 不開心 但是呢 我一病了之後呢 我的專注力呢 就是醫病了 哇 令自己好起來好起來好起來 嗯 那也都開始病假 就不需要再處理工作上的事情 那心情輕鬆很多了 將工作放開一邊 是 整個人呢 就真的 整個心情輕鬆了 是 是 是 精神是愉快的 是 所以我都勸喻大家 即是如果有這個病的朋友 最重要呢 有些什麼令你不開心 一定要是放下它 是 儘量忘記它 有什麼人呢 是令到你不開心 譬如說 甚至是家人 或者你的太太啊 或者你的子女 有些真的被子女激到 或者老公 又被老公激到 或者是老公 或者是兄弟姊妹都會的 嗯 那你都真的要放下 和要原諒 嗯 另外一樣呢 就是千萬不要害怕 你有這個病呢 就說 哎呀死了死了 你一害怕呢 你就很容易呢 嗯 那個心情緊張 又要影響你睡眠 一個人害怕你的細胞都不漂亮的 嗯 一定要開心 你的細胞就很漂亮的 嗯 那又不要怪自己 是不是我做錯什麼 天佛我 不是的 不是因為你做錯什麼 嗯 只不過可能是你的生活方式不健康 或者你的飲食是不平均的 嗯 所以你不要怪責自己 一定要放開心情 就是呢 其實你看到呢 聽到Grace 就是這樣說 就知道呢 其實 在當初那時候 就發現有鼻咽癌 然後跟著呢 就是去到肺那裡 就是已經初期有感染的了 是一種發炎性的細胞 但是呢 很快都確實了 也是癌的了 那然後就是 但是啊Grace 都依然呢 是很 就是努力 啊 那就是除了 是有電療啦 那就是中醫啦 西醫啦 各方面一起 是吧 但是他自己本身的努力 是很重要的 譬如呢 他講過了 是不是就是 首先要將身體 儘量減 減性 在食療那裡 就完全變了 是吧 那另外就很重要 你都說 那麼做多些運動 這些東西 很重要 那心情好 固然是很重要 是不是 不過還有些食療的 是不是啊Grace 是啊 還有些好像要喝一些特別的東西 其實基本上 那個叫Jerson Therapy 是 是美國一個醫生 我想都有幾十年 即七八十年前 他創出來 醫治了很多抹肌癌症病人 其實他根本都是 就是 剛才說過 將你的身體轉回簡性 他就是打很多果汁 就是看看你什麼病 是 什麼癌病 打什麼果汁 即是直接喝果汁 是的 打果汁 那他還吃不吃飯 都有吃其他有營養的東西 OK 但每天要吃就喝這個果汁 有很多果汁 那我當時後期 我知道這件事 我都有打果汁 但是我沒有它那麼多 我就一早一晚兩次 例如什麼果汁呢 例如我紅菜頭 因為紅菜頭是抗癌的 然後蘋果 還有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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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抗癌的 是的 那我有時把一隻 因為是維他命C 是的 最好你的生菜 蔬菜水果 就是最好 買有機的 因為現在很多 包括紅菜頭 那些 蘋果那些 都是基因改造的 基因改造的 其實生果已經正常是致癌的 傷你的肝 傷你的腎 所以在那段非常時期 最好就是 買一些有機的 先治好病 是的 就是每天打果汁 把身體幫助你轉回簡性 是的 這樣 講回呢 剛才就是說 那我才開始 五個禮拜才開始 這個電腰化臘 在巴黎醫院 嗯 變了七個星期 每個星期是五天 嗯 後來再炎 再沒有癌細胞 所以肺病也是醫好了 這樣 其實呢 中藥可以輔助西醫 西藥是幫你減輕 你的化療電療 那個破壞 對身體的破壞性 那我自己呢 本身我是 吃著中藥 再去電療化療 嗯 是的 每次去醫生問你 有沒有吃中藥 我都說有的 那他只是登記了 嗯 那我在我的個案 我就是 就是感謝住 我就是醫了 是中藥合璧 沒錯 就是治療自己身體 對 現在身體呢 就已經恢復正常了 是不是 是的 這樣呢 那我就想問一下 那家瑜 這個 這個 你還用不需要 還要經常回去 再檢查一下 有沒有些指數 那有沒有 要的 都有的 哦 頭那五年呢 就差不多四個月回去出一次 是 那我又是這個 腫瘤科 病院 也都有空肺科 那就是 現在呢 就長一點 就是半年 大半年左右 那現在呢 飲食方面呢 那是不是繼續飲食素 啊 還是開始都有吃肉呢 我呢 就是病好 就是中醫批准吃肉呢 開始我也有吃少許肉 嗯 頭那幾年都是吃得好少好少 現在都有吃肉 那這幾年就吃回多少少 但是 比例上都是少很多 那還需不需要喝那些什麼果汁啊 有啊 我也有喝的 都喝啊 每天都喝果汁 現在早上打一次 是 另外我就喝一隻 是 就是已經製成了 是 高抗氧 因為高抗氧的東西呢 就是保護你的細胞 是 那我也天天喝 那有沒有繼續運動啊 有 有 這個 其實呢 其實呢 其實很多時候就是要深呼吸 就是早上 最好是早上 有太陽的時間 是 對 就是早上 那會有氧氣多些嘛 如果不是你黑暗呢 晚上那些樹就會有氧化碳 晚上黑啊 是 所以晚上你睡覺不要太近那些有樹的地方 我很喜歡晚上散步 我是吃完晚飯就出去散步 散步就不要緊的 一會兒不怕的 那是不是應該改為早上散步呢 但是早上你很多會開的 如果你是吸氧氣呢 是 就應該是有太陽的時間 是 是 明白 好啊 Grace啊 今天很多謝你 就出席我們獎禮文戶客室 現在Grace的經驗來說呢 也是 非常之 很好 值得我們參考的 那當然有些朋友呢 有些什麼問題的話呢 當然你也可以是 是 留訊息給我的Facebook 那我就會轉給Grace的 OK 好 那Grace多謝你出席 多謝 多謝 來自我 一次 像我� precursor 說明 我們 chips 不同 Channel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